沾化的嗅水箱 有一辆大货车和机车经过了十字路口 但是两台车都没有减速 因此相撞了 机车骑士当场被撞飞 人还掉进水沟里头 幸好送医急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详细状况连线记者林建文 好了 主播各观众 透过行车介入器画面可以看到 这一台大货车直接撞击了这辆机车 那么机车骑士因为强烈的撞击 整个人被弹飞之后摔到水沟里 来看一下这一段惊险的画面 再透过另外一个行车记录器的角度 可以看到当时这一台大货车 还有机车其实根本都没有减速 所以两台车相撞之后呢 机车骑士整个人被弹飞到水沟里头 那么当时还有很多骑机车经过的人 都赶过来帮忙叫救护车 那么这起车会是发生在 张花秀水箱张鹿鹿的 七十二项这个十字路口 那么当时机车骑士骑的是闪红灯的巷口 那么小货车则是闪红灯 货车的驾驶还有机车骑士都说 当时并没有看到车子 所以没有减速 没想到呢看到车子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我们听一下这一段最新的访问 那么51岁的酌性机车骑士呢 送到医院之后 肋骨是断了六根 那么还有多处的擦伤 不过呢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他说呢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妈祖有保佑 不过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 这是我们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